过年应景三宝 这不是银子 这是小的银子 极脂 取其力 大极大力 不只是过年平常送你也可以的 取个极力用的好彩桶 最便宜的这样一把菜50块 它的功效不是只有极力而已 这个银子是最健康的营养食品 而且专门治疗咳嗽 过年期间感冒流鼻水 大年初二的去哪里找医生呢 正还有这个来救起酸酸的味道 可以来治疗咳嗽 咳嗽的人不能喝冷开水 没关系 喝了以后再补一粒即止就好了嘛 所以这是最好的健康食品 银子 但是 放了十天以后 你要注意一个现象 银子 花梅呢以后就有毒性了 就要特别注意了 过年三宝 过年三宝 绿佳粒 这个啦 绿佳粒公司在卖的 成一种水 夭壽喔 这种水多少钱呢 一百块 以上呢 可以说叫做最贵的水 最贵的矿泉水 不过 日本的科技发达 日本人 强调这种很有清的水 就是世界上 四大长寿村的人 所喝的矿泉水里面 所含的相同物质 换句话说 这是长生水啦 吃了以后快死不牢 不过 这么贵的一个装置呢 一箱要四千块 三十瓶四千块 用这个箱子装实在是 看不出价值 请把它改成最精致的包装 我 过年时间把它当做礼物 像 去年七皇政会议长家团拜 喝春酒 回乳 我 拿出食品来 再做美味喝 喝什么 当做酒杯啊 来 干杯 这样就有机会 多了一个话题啦 那 像这样 当做一个伴手礼 就一定是很高贵 而不贵的 所以 这个日商绿加利的这个 最贵的矿泉水啊 所谓的活性水素水啊 每一天一包要一百三十一元 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啦 但是过年期间 你把它当做 礼物送给人家 那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那是很值得的 就不会觉得贵了 这个日商绿加利代理商 OK系统 南加鱼董事成 月入五十万了 夭壮 南加鱼系统 从台北下来高雄 那东西 绿加利公司的东西 号称健康食品 国家品质 国家品质是 是合了 但是 有没有健康食品呢 这是有一个问题的哈 另外 另外 黄森会议长 他的长孙 去年我们围炉的时候 他一喝 他说我们不吃日本的东西 因为 辐射问题还在 虽然 日本一向要求很严格 可是 辐射线的问题 他们也是 讨莫勒修了 为了要证实 他有没有含 受辐射间的污染 我还花了两千块 请卫生局 转送 核能委员会 去鉴定内 确实没有含 没有受到 辐射的污染哈 那么活性水素石 是绿加利公司的一大产品 最贵的矿泉水 吃了可以长寿抗扰 第二种产品 叫做一天四八三粒 补足输果 不好意思 这种东西叫我 没什么可怜 总不能说 像他刚才那样 追 这很好的当楼 一天吃四八三粒 我不知道要怎么推销 不讲他也罢 但是他号称 补足输果的补足 补足输 绿加利公司是在 中华路往北 过六合路 右边 绿加利公司 高雄县新闻职业公会 您哪去服务处 哎呀 油庭展 5月14日 今年开始了 快要开始了 5月8号了 其实是高雄油庭展 同时 展览中心也要同时开幕 5月8号起 我可爱的同学 蔡修芬 中山大学教务长 我可爱的同学 高中 不知道是哪一国 美国的哪一个大学 物理教授 台式大物理系 六十八级 六十九级 出了一堆人才 那两位是教授 许氏 寇氏 正修大学的教授 汪佳芬老师 是奉西国中的名师 高中曾经是我们 班上的和尚粉的指挥 不过去年相见时 我发现他的音乐素养 退了很多了 人生主要赚钱 主要赚物理 忘掉了他的兴趣 太可惜了 我们中山大学物理系 六十八级的一堆人才 还有一位 郭家东 郭企东 也是中山大的学教授 其实呢 中山大还有一位 学长六十七级的 比我们大一岁的 杨洪敦 就是现任的校长 他 跟我们几位 都一起当过 台师大的 物理系的 助教同事过了 韩文 文靠 恩 creamy 文靠 看着 爹 amen 愚热 闭